我們同事今次有份參與高危病房工作 在專方門診部的特別服務上都有參與 其實我們對他的評價相當高 因為他們都不太熟悉病房的環境 甚至乎有些同事未參與過病房工作 由開始憂慮 以至他們能夠放心 甚至投入 甚至想延長工作 這也是一個很正面的轉變 如果我們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 有很多的轉變外 其實我發覺團隊的合作 和我們中間怎樣維繫好 我們自己的同事的心態是很好的 而且看到同事是不會很介意細節的 最重要是服務怎樣做好 我記得在1月26日的時候 其實我都放假的 聽到高危病房開始開 我已經立即第一陣 已經有幾個同事需要上病房 很擔心同事 不知道他們上去 知不知道怎樣安排 好像自己在家放假 又幫不了他們手 所以只是放假期間 都不停有很多溝通 只寫WhatsApp 都寫到手發炎 之後幸好 阿Sir又給我 可以取消大家幫忙 回到來 其實每一天 都其實看著醫院的發展 其實都每一天都要想我們的門診 病人流程是可以怎樣 我怎樣可以保護到我其他 在下面工作的同事 希望他的病人進來 令到我們醫生 或者我們前線的同事 可以安心地工作